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每日頭條 我是薛然 今天是美東時間1月26號 星期五 這期新聞的主要內容有 王志安道歉 逐一打到兩國女人頭上 建制中共 菲律賓擬定群島海盜法 太平洋島國圖瓦魯大選 引發多國關注 全球基金加速撤離中國 香港受到波及 暴力威脅女生 中國留學生最長可被判5年 當事前記者王志安在臺灣的網絡節目 賀龍夜夜秀嘲諷身杖律師陳俊翰引發爭議之後 在26號 他突然在自己的YouTube頻道上開直播 給所有人道歉 臺灣桃園市議會議員于北辰表示 他觀察王志安很久了 認為王志安是中共刻意培養的海外YouTuber 他是帶有任務的 認為王志安用罵共產黨的方式來挺中國共產黨 王志安在視頻中說 我公開給陳律師本人道歉 也給所有臺灣的殘障人士來道歉 我在節目中間嘲諷民進黨 用作秀的方式選舉造勢 對臺灣的民主說三道四 批評民進黨 實在是有點自不量力 我說所有講中文的地方都是我的故鄉 言下之意 我是說臺灣也是我的故鄉 我大陸回不去了 我至少還有臺灣 可現如今我臺灣也回不去了 我還是希望終有一天我可以回到臺灣這片土地 王志安還說 他在日本經營的公司 包括地址 公司法人號碼等個人資訊 都被公布到了網上 這是很可怕的 並說要去報警 請求警方能給他提供保護 但是一些網友表示 Tazax平臺上長期貶低臺灣人 對女性發表惡意言論 包括談論販賣婦女 甚至想通過婚姻取得臺灣國籍參選立委 他說販賣婦女的那些人客觀上是幫了他們 只不過賺了幾千塊錢 他還想利用與臺灣的女性結婚 拿到臺灣國籍參選立委 有人表示 似乎對王志安來說 加入日本和美國國籍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王局是朝廷友人 手眼通天啊 應該查一查 為什麼他有如此信心獲取民主國家的國籍 是誰暗中支持王志安這樣的人渣 25日 網上熱傳自稱是北京格鬥狂人的 徐曉東和王志安的合影照片 顯示王志安曾於2022年年初 中國新年前曾回到中國 據徐曉東表示 王志安對他說 回來就是看看業務 有沒有可能再打開點渠道 我在國內再做點東西 跑一跑 打通打通渠道 有媒體人質疑說 王志安如果真的是受到中共打壓 才離開中國的 為什麼還敢回去? 許多的海外藝人士 幾十年了都不能再回到中國 他所說的打開點渠道指什麼? 在中國 中共壟斷了一切資源 哪個渠道不是中共的? 前中共大陸記者趙蘭健和一些藝人士曾透露 王志安那次秘密且低調的回去 是去向中共尋求經費的 而中共方面要求他 他要把他的頻道經營到一定的程度才可以 有媒體人還認為 王志安回到日本之後 開始大力的招聘 積極經營 在後來的一些大事件當中 例如鐵鍊女事件 胡新宇事件 胡錦濤被嫁出二十大會場事件 李克強不明不白離世的事件等等 王志安都明白無誤 毫離不差地站在中共的立場上說話 這次對臺灣民主選舉的攻擊 和散布中共一旦武力攻臺 臺灣堅持不了幾天就會投降 因為臺灣的愛國人士 自己就會組織社會團體 跟中共談判 接受中共的統治等等這些言論 更是中共所喜聞樂見的 于北辰將軍披露 王志安去年還回了中國 進入央視 卻好好談了很久 開心的離開 這不是特務 什麼叫特務 我覺得他一點都不單純 王志安作為央視的記者 卻可以到日本那邊開YouTube頻道 于北辰將軍還表示 王志安很多油管的影片 前面的10分鐘全部都是在罵中國 罵那些不痛不癢的政策 可是罵的特別狠 吸引了全世界華人關注的眼光 他最後面的一分鐘 開始幫中共講理由 幫習近平講理由 幫中共做宣傳 他就是透過人們反共 要人權 要自由的軟肋 侵入到你的思想之後 在你的思想裡面埋下了一個習近平的種子 埋下了一個共產主義的種子 所以他說 我共產黨都不怕 于將軍還說 有本事在臺灣你批評一下習近平當皇帝對不對 習近平大拳一把抓對不對 習近平把胡錦濤搞到哪裡去了 你敢講嗎 講了就回不去了 所以我告訴大家 他是有任務的 前民眾黨中央委員張一善表示 王志安的做法就是小罵大幫忙 王志安曾在節目中說 咱表現好一點 就找找人 看能不能放我一馬 也就是說 他企圖透過在臺灣影響到臺灣的民心 做一些成績之後回去 可以繼續在中共央視任職 甚至升官 有網友說 王志安是一個警士 舔共必然成為過街老鼠 希望廣大的中共特務順應民主潮流 反割一擊 共同滅共 菲律賓眾議院三讀通過群島海盜法案 目前由參議院審議當中 這個法案是為了在菲律賓群島水域建立海上航道 防止外國船舶飛機在那裡任意通行 以保護菲律賓領土 菲律賓眾議院去年12月 無異議三讀通過菲律賓群島海盜法案提交參議院審議 綜合多家媒體的報導 菲律賓參議院24日舉行聽證會 國防部和外交部支持建立菲律賓群島海上航道 表示這將保護非國的領土 菲律賓外交部長馬納羅說 如果結合運用群島海盜法 2016年仲裁裁決 以及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菲律賓將擁有法律依據來爭取主權權利 可以對違法者提出強有力的訴訟 馬納羅表示 我們會有更強有力的基礎針對任何事件 我們都有具體的法律 例如透過群島海盜法 幫助我們在任何違法行為出現時進一步立案 國防部次長馬德里亞加表示 建立海上航道至關重要 如果沒有專門為軍機和外國軍艦指定海上航道 任何外國軍用的船隻和飛機 都可以通過菲律賓的內水或群島海盜 而且他們有藉口 中共就曾說過 菲律賓沒有指定的群島海盜可供我們通過 根據眾議院通過的法案 菲律賓總統可指定適合外國船舶和飛機 快速通過它的群島水域和臨接臨海的群島海盜 以及飛行航道坐標 並授權總統替換或新增海上航道 這個法案還規定外國船舶和飛機行使群島海盜通行權 通過菲律賓既定的海上航道和臨接群島水域的權利和義務 以及違反相關規定的法則 太平洋島國圖阿魯26日舉行全國大選 美國 中共 臺灣 澳洲都在密切關注這次選舉 圖阿魯人口大約有1.12萬 分佈在9個島嶼上 這個島國沒有政黨 正在投票選出由16名成員組成的議會代表 計票結束後 政府將派船接送新議員前往首都 旅程可能會長達27個小時 總理則會由新當選的議員選舉產生 美國和中共正在太平洋地區爭奪影響力 美國最近承諾打造海底電纜 首次將圖阿魯的偏遠居民與全球電信連接起來 中共也在積極地向圖阿魯示好 在這個月 腦魯與臺灣斷交 轉而與承諾提供更多晶圓的中共建交 這導致臺灣只剩下12個邦交國 包括圖阿魯和另外2個太平洋國家 外界猜測 圖阿魯可能會成為 臺灣的下一個斷交國 圖阿魯財長潘恩紐24日告訴路透社 新政府可能會就這一問題展開辯論 中華民國臺灣政府25日警告 中共正在試圖影響圖阿魯的選舉 並奪取我們的外交盟友 圖阿魯總理拿塔諾告訴臺灣 他將繼續支持與臺灣的關係 另外 這次選舉也可能會影響 與澳洲達成的安全協議的未來 這項協議允許這個太平洋小國的公民 在氣候變遷威脅到他們的國家家園時移民澳洲 因為有科學研究表明 到2050年圖阿魯首都有被潮汐淹沒的風險 如果兩國批准協議 每年將有280名圖阿魯公民到澳洲工作 學習和生活 圖阿魯政府當中對這個條約的反應不一 總理拿塔諾表示支持並形容這項協議是希望的燈塔 而反對派領袖則表示反對 並說如果他當選並領導新政府 將廢除這項條約 近日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最大的基金夥伴們 正在悄悄的撤離中國市場 其中包括剔除高達680億美元國際基金當中 對香港市場的投資 彭博社分析發現 從2020年以來大多數退休基金都相繼減持中國的股票 其中美國最大的養老基金投資者之一的加州公務員退休系統 和紐約州共同退休基金 已經連續第三年削減了對中國市場的投資 而某些基金則正在完全退出中國市場 在上個月 美國密蘇里州雇員退休系統 要求它的員工撤回目前在中國的所有全球公共股權投資 報導表示 最初這些主流的基金的退出只是業績不好的原因 但是對中國長期經濟問題的懷疑加劇 以及中國房地產行業岌岌可危的現狀 還有在對美中戰略競爭日趨惡化等多重因素進行綜合考量之後 目前的趨勢有可能演變成結構性的轉變 美國和澳洲的一些大型的養老金基金管理人員也紛紛表示 要對中國的主流策略保持謹慎態度 在這種情況下 背靠中國大陸的香港也很難獨善其身 在一個月前 美國聯邦退休儲蓄投資委員會表示 為應對日益加劇的地緣政治風險 將調整其國際基金2024年的基準指數 這意味著將不再包含香港上市股票的指數 去年11月14日 規模達到7705億美元的聯邦退休儲蓄投資委員會發聲明表示 除中國大陸以外 他們還將剔除高達680億美元國際基金當中 對香港市場的投資 1月11日 香港中聯辦主任鄭彥雄前往廣州會見中共廣東省委書記黃坤明等人 強調要加快大灣區市場一體化進程 深化產業科技合作等等 資深時事評論人紀達對大紀元表示 現在香港是被迫大陸化 國際社會投資減持的力度對香港經濟造成進一步的衝擊 這種衝擊是讓人驚心觸目的 目前香港經濟已經無路可走 特首李家超、鄭彥雄等人一再往大陸跑 向中共投懷送抱 但是在中國經濟自身都難保的情況下 又拿什麼作為他們的依靠呢? 儘管中共當局近幾個月來推出了一系列為了提振經濟的措施 但分析師表示 這些措施不足以恢復市場的信心 根據路透社的報導 2022年10月份 在波士頓跟蹤和威脅當地參加抵制中共政府活動的 中國留學生的吳孝雷 25日在波士頓聯邦地區法院 被12名聯邦陪審團成員認定為有罪 罪名包括網絡騷擾和威脅罪 現年26歲的吳孝雷在波士頓伯克利音樂學院就讀 他被指控在2022年10月份 針對同校的中國留學生佐伊進行了跟蹤和騷擾 因為對方在校園裡張提海報 吳孝雷還被指控利用微信恐嚇對方 說再張提海報 我會砍掉你的手 而且他已經向中共政府舉報 他還要求其他人查明佐伊的住址 並發起針對受害者的網絡暴力 美國助理檢察官波特22日向陪審團發表了開場陳述時說 這是一種嚴重的威脅 因為中共政府不允許這類海報包含的表達內容 活動人士佐伊張貼的海報上寫著 我們想要自由 我們想要民主 與中國人民站在一起 吳孝雷於2022年12月份被FBI逮捕 去年1月份被聯邦大陪審團起訴 犯有網絡跟蹤纏擾罪 和跨州傳播威脅性通訊罪兩項罪名 吳孝雷表示不認罪 這個案子的審判於22日開始 在4天的庭審期間 檢察官和被告律師分別傳喚了幾名證人 就吳孝雷的行為是否構成網絡跟蹤纏擾罪 和跨州傳播威脅性通訊罪進行辯論 檢察官表示 吳孝雷做出的是一個嚴重的威脅 因為中共政府不允許海報上表達的言論 並大力壓制針對中共政府的意義 辯方律師反駁說 吳孝雷並沒有威脅之意 只是兩個政見不同 互相認識的年輕人之間 不成熟的網絡糾紛 聯邦陪審團從24日下午進入閉門審議階段 並在25日上午得出結論 裁定兩項罪名都成立 判定吳孝雷有罪 在判決宣布後 檢察官向法官申請對吳孝雷進行當庭收押 FBI還表示 中共當局對這個案子多次表示關切 法官最終還是駁回了檢方的申請 准許保釋 有罪判決宣布後 美國司法部負責國家安全的 助理部長奧爾森 在司法部發表的聲明中說 在美國 沒有一個人應該因為表達他們的政治觀點 而成為暴力威脅或網絡跟蹤騷擾的對象 負責馬薩諸塞州地區的代理聯邦檢察官利維 在司法部的聲明中說 吳孝雷如今因為他非法壓制批評中共政府的 伯克利音樂學院同學的做法 而成為了一名被定罪的重罪犯 聯邦調查局波士頓分局主任特工科恩 在司法部的聲明中說 吳孝雷所做的是試圖噤聲和恐嚇一名表達與執政的中國共產黨 有不同意見的活動人士 這不僅是犯罪 也完全違反我國的民主價值 吳孝雷被判定有罪的每項指控都面臨著最長5年的監禁 3年監督釋放和最高25萬美元的罰款 法官將在今年4月24日做出量刑宣判 以上就是這期的每日頭條了 如果您喜歡今天節目的話 請別忘記幫助我們點贊 訂閱還有轉發 感謝您的支持與收看 祝您度過一個愉快的週末 下次節目再見 感謝您的支持